爱一个人要用他的方式来爱他 爱一个人你要用他的方式来爱他 你不能用你的方式 总比爱有时候更重要 不谈钱并不会让感情变得更好 以前我觉得爱情是 舍不得花他的钱 现在我觉得爱情是 给我买房 买车 舍得给我花钱 不是我物质 是我试过 钱者没用 对于失恋女生的建议 张晶宁是这样说的 真的男生不够好 走得好 恭喜你 你把茶岗当成所谓的关心 茶岗是茶岗 关心是关心 这两件事不要混为一谈 茶岗是我不相信你 所以我想知道你在哪里 关心是我想知道你在做什么 今天顺不顺利 太不开心 不能理解茶岗的心情 因为毕竟可能一整天没见了 你挺想他的 但是我不太赞成 你挺想他 最后延伸到他在干嘛 跟着在一起 一能就真的把爱情那些事参透了 我还是认为成年人的交往里面 信任到最后可能比爱重要 我跟今天在一起八年 我其实都不知道他手机的密码 我就不管 我不管的原因是 第一个我对我有强大信任感 这个要管 我真管不过来 恋爱开始 我今天大家就要有一个谈判过去 我希望结婚以后 两个慢慢交往以后 哪些事情 能让你有安全感 哪些事情 都是用讨论出来的 那应在这部剧里绝对是本次出演的 这是一回事 婚姻是另外一回事 完美的爱情 你给我想象 你没爱 你不懂 我他也爱过了 就是因为我爱过我才不相信我爱的 机会面前哪里平等 你等个屁 男人用钱和钱力来交换女人的色相 不过就是欺负女人多词 我再警告你 人不光有爱情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人活着不是为了一个女人 后一个男人 被大张伟的爱情观浪漫到了 面俩人一块犯啥的事 你很想好吗 这才人的爱情 爱的人吧 早上有时候 春天没拉好的时候 看她的阳光走在我身边 你就感觉这一天 就是温暖 不再去想 明天哪有个人爱我 但是你现在也不爱我 亲热的时候 希望一生年少 拥抱的时候 希望世界变得好 女孩子喜欢就要去吸引 不要去追她 追男生绝对不可以 生真的要获得幸福的话 还是选择被动些 好 那比如你喜欢她 你就拼了命地往死里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 你有些被动的主动 是可以有一些 以退为进 我觉得那个是方法 可以是好 你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的内容 但是如果让别人 称之为后脸皮 我觉得绝对不要 亲热 另一半没有严肃合缝的 家庭里不能履行了 她会是新手的 先履行看一眼 能暴露出很多问题 但是你不要看 因为每个人都有问题 其实沟通很重要 人与人之间相处 有摩擦矛盾很正常 没有人不犯错 老人都想 我找另一半 就要想找的颜色 可不 没有 只有螺丝出厂 有人没有 你必须得 必须得包容 不能只看优点 那这个多巴 当孟子一被问到 会不会为了另一半 删掉最好的异性 会不会让你删掉 你最好的兄弟 或者最好的闺蜜 你删吗 真的 我认识地想这个问题 你删不删 我不会 你如果现在就是开始 就是要求我这样的话 那我如果这次满足你的话 你后面一定会提出 让我觉得更加猖狂的东西 你继续把他删了 不然大家就分手 我就会觉得 在你眼里 咱们俩分手 太容易了 太轻易把分手 两个团队这样了 我觉得就算了吧 对的人再激进 也不会被吓跑 不对的人 随便一个借口 对方都会跑掉 我跟他讲完之后 他就说 不能试试看吗 那我就回了那句 我不是东西 我不接受试 就这样 我说要就是要真诚 那我觉得那里不适合 所以也不是真诚的对象 你如果摆出一副 你可以被适用 你就不要怪别人适用你 爱别人的前提 是先爱自己 当时有点太激进了 但是我现在也这么劝 很多单身的女孩说 你不要随便交男朋友 你不要为孤单寂寞 真的不要把自己净空 因为你净空到一个 身体也很干净 思考也很干净 很健康的状态的时候 谁也骗不了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